智鸟初出 看见第一眼就认为父母 阴神初出 罪易受到影响 要是不能排斥掉这压制 就基本上不扁而扁 成为入道的心魔 这事也是没有法子 店主沉吟片刻 端坐凝视这远处 才淡淡说道 现在不同以前 我们要选拔的 是服从命令 性格坚毅 能争善战之事 黄存叶的顶撞 我可以宽恕 反正他就算得胜 也直入道中 正和道门选拔之 说到这里 抿了抿嘴 冷冷说着 但是别落民间了 无妄道徒的话 再有着破格 就是破坏秩序 就会再现散修集团 既不可容 道门也不受 事故 服于壤外者 必先安慰 不能胜出而直入道中者 必须贬落 这气息压制 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温和手段了 说到这里 电竹微微冷下 别说是这些考核弟子 就是我们 为了大局 关键 关键是也在牺牲之里 众人都是默默扶身击手 二百年前 散修集团崛起 破坏后方大局 不得已 天君和道工联手绞杀 三万散修 服尸千里 包括少年 儿童和女人 在对抗邪神的大局角度 任何人都可抹杀 道门在这点上 从不忌讳牺牲 明土中 奈何桥前 已布下大阵 只是三日 已是一片山脉 游暗山脉洞穴部 其中不知藏匿着 多少凶魂厉鬼 明土山脉上 鬼气森森 阴风怒好 卷荡大地上 其中夹杂着婴儿啼哭 妇人嘶语之声 令人胆寒 偶尔还有女子 阵阵哭泣声传出 悲惨非诚 不由让人心生悲悯 这些都是凶魂 玩弄人心的手段 一旦有人信以为真 前去查看 修为高深害怕 要是普通修士 定会害了性命 一身血肉修为 进化作凶魂资量 明土荒郊野 醉事不能起怜悯 一旦起了 只怕离被害不远 就在此时 山脉各地 一道临天金光直垂而下 高魏灵牙 直接将肆虐不休 阴风压碎 瞬间 阴风诡计 都是一扫而尽 要将乾坤都改了颜色 只是金光来得快 去也快 不过片刻金光消散 这片明土上出现了上百位阴神 这些弟子分布在山脉各个地点 位置各不相同 难以相聚 就在此时 灵骄子的声音突然响彻下来 闻滚声音如同天音 响彻这片明土 弟子听令 这处山脉中 鬼众潜藏 死为大害 盗门颁布斥令 斩杀一个普通鬼众 获得一点盗工 杀得火掌 盗工十点 杀得一个鬼将 盗工百点 此时三日考核结束 积分前使者 获得盗门赐下盗种 凝聚真灵 超脱生死 得位鬼仙 这是成道之机 如等不可怠慢 天音一样的声音 相撤在这面明土 不但弟子听见 就是诸多鬼君也都听见 明土山脉深处洞穴中 道道黑音弥漫 一阵破土之声 泥土掀起 无数鬼兵都醒了过来 个个手持长枪长刀 却非中途快逝 其中一个巨大身影 破土站了起来 这个身影黑衣黑甲 身上死气了着 身体藏身在甲中 头盔下只露出一对 燃烧着红火的毛子 冰冷不带一丝感情 下面战马 丝毫没有半点私鸣 并且这骑士手持大枪 这种兵种在大陆上 确实没有见过 只见这骑士 红光火焰闪动 片刻稳定 沉稳行了出去 踩踏在地面 诡异地没有发出半点声音 不但是这处 别的区域都是 一个个死亡骑士 睁开了星红眼睛 破土而出 各自率领着鬼兵 而且还井井有条 十人一个队长 百人一个骑士 弄 这些修士 居然把我们看成猎物 杀 杀光这些弟子 一定要杀 顿时他们的阴神 必可使我们再进一步 灵霄子一眼 顿时点着了火药桶 不但弟子都震惊和兴奋 就连诸多鬼众也震怒一场 只见呼啸的阴风 怒嚎的凶魂 这些声音连成一片 带着彻火的凶煞 滔滔轨迹凝聚而起 洞穴上 明土天空阴云密布 无数乌鸦飞行在这片天空 嘎嘎地叫着 他们是明土的本土生命 给阳世人间带来死讯和不幸 给明土之中带来生灵气息 他们是天生有利于明土阳世 是两界的使者 此时这批明土上空乌鸦云集 嘎嘎地叫着 在天空盘旋不休 道道的黑烟 从明土天空之中降落下来 不断地融入山脉之中 弟子见此心中沉重 自己要杀的凶魂获得积分 已做成道 鬼众眼红修士 阴神碎片 猎物 到底谁是猎物 在这一刻相互颠倒了过来 见此 弟子不由感到阵阵寒意 就算是琉璃阴身 都心里站立 这不是猎杀 这是困兽之角斗 在这一刻 这些弟子深深明白了起来 山脉前坡出 王存也站着 静静以阴神角度 感受着下面明土 这明土却没有实质 烟雾一样 但却又存在着 外表一层烟雾 内里深邃飞茶 延伸下去 宛如深渊 一阵阴风呼啸而过 被琉璃一样 神魂挡在体外 这神魂内外撤明 透明璀璨 堪堪放出三尺白光 破除明土同化气息 虽阴神下沉 但王存也还是能感受到 在殿中的肉体 肉体都沉眠着 呼吸深沉 心跳缓慢 王存也知道 大家都一样 也不以为意 而龟壳却是神异 此分化成两个 但实质是一个 这种近于地球尾路差的感觉 让王存也更是惊讶 不管怎么样 这是好事 只经龟壳喷出金光 不断解析着阴神 迂回推敲着包衣的奥妙 这阴神已经成就 脱胎而出 但还有些痕迹 可以到于推敲 王存也更明白 这阴神实际上 还是地心修士所有 所以一举一动 都在记录中 难怪有信心 鉴定道工 不过 现在不是像这些时候 现在迟疑了些 再拖延下去 就会有疑心了 前面就是一处山学 也许其中 有着为数不多的鬼众 正好探查一番 到了此处 就必须要争取 一丝一毫的时间 王存也这样想着 长身而起 向着山学而去 明徒非同寻查 阴神到此 亦是神通俱足 是以缩地成寸的法术 也是能用出来 而此刻阳世的山脉 黑袍牢者站着 眼神中悠悠 默默看去 而明徒之上 一只恶鬼 也自看了上去 两者眼神重合 这时突见一阵 地动山摇的金光 照射而下 虽然借着恶鬼看着 也不由大惊 只是在金光 却没有灭杀鬼众 片刻金光消散 一众阴神降临 见得此处 这黑袍牢者露出怒意 死亡领域 怎么能由这些外道法师 亵渎 这些外道修士 的确是要完全消灭的异端 我要切断你们的匠名术 让你们统统死去 寄险无主 这黑袍牢者露出嘶嘶宁笑 只见袖袍一挥 一只小旗拿了出来 上面倒倒黑烟寥暂 又散在虚空之中 一段 我会让你们大落深渊 路主的教义 就是沉沦永眠 哈哈哈哈 说到这里 老者冷冷一笑 旗帜一挥 轰的一声 当成耳目幽灵 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他就当成坐标炸开 几乎同时 此次黑气就弥漫而出 迅速向着山脉前了过去 只见黑气深邃 他似着无数死亡道文所拧 深沉幽远 深不可测 看之不明 转眼之间 就潜入了山脉之中 而此刻到宫大殿 不好 是邪神之力 殿竹和各个地心猛的一睛 齐齐睁开了眼 殿竹大秀一挥 只见殿中浮现出一面水晶 水晶迅速显行 一片幽暗 死亡海洋浮现 只见整个山脉 显出了一个朦胧的影子 这影子幽深深邃 受此影响 下面无论鬼兵还是骑士 都眸子一亮 带着些灵活 已经去掉了原本残余的代质 一道血光冲起 杀气盘旋 这影子另着 此山为玉 唯有第一圣者托出 愚者沉沦永眠 这话一出 群山一震 只是片刻 这一层死亡法则 和死亡之气 都齐齐俯首 产生着演变 群山一模糊 转眼又清晰 万千鬼众各个亮起红光 俯身败下 转眼之间 又似接受了命令 呐喊声不绝于耳 但很快就戛然而止 举起了刀枪 谋中洪光大声 随之这影子渐渐消去 见着这景 殿中众人都是脸色铁青 殿柱长袖一挥 水径中山脉微微移动 却别无反应 于者帝先 都或掐指施法 或莫念法咒 都无济于事 最后一道雷霆 自水径中穿入 直直透入冥土 轰的一声 一片山石榨盖 但是也仅仅是这样 再要施法 殿柱白手阻止了 脸色深沉地说着 这处山脉依然受盗律 这邪神虽是外盗 却已羞得死亡盗律 这事已难以撼动了 再打下去 也不过是于事俱焚 此山为御 唯有第一圣者托出 愚者沉眠永眠 这就是说 现在谁都不能出了吗 有个地先长老 皱着眉问道 不能 不能出了 连进都不能进 不过 我还能看见 受我们阴神弟子活动 话还能传入 有个地先长老 试着说道 不想一步小心 九处漏藏 殿柱叹息一声 说着沉隐 良久说道 酒还是要救 你们且下去 用这法宝和神通诗诗 地先都是躬身硬诗 殿柱起身徐徐夺步 深邃的目光看着远处 又说道 这事大不寻常 我不能为了 延绵而掩盖 必须上报道工 并且请得 七位道卖地先 联手推动天顿镜 追究起来龙去脉 看看这事是怎么来的 地先听店主这话 心下感慨 说着 店主所言甚是 店主一笑说道 能自清才能清人吗 他不想沿着这个话题 说下去 又正容说道 总之 这些邪魔外道 必须查清 现在无法进入 也就不要传话 让弟子沿着原本计划 剿杀这些鬼众 还有一个 就是这邪神道律 说不能退出 你们密切关注 若有弟子 因神战死 看其本时 能不能退回来 听了这话 在场的真人 都不由一惊 看了一眼在场的 团仆上密密麻麻 坐着的弟子 这些有各州 出来的弟子 有着本岛道领 出来的弟子 有着内门推荐的弟子 可所谓 十年内的精华 要是本时不能退出 就等于死了 这事情就大了 见着众人表情 殿主微微一笑 郑容说道 打仗哪有不死人的 牺牲本是常态吗 这是将军打败仗 自领其罪 我不是将军 但实质也一样 若是这次全命 我自领其罪就是了 听了这话 众人再也无话 鸡手硬着 是 幽暗明土中 阴风带着鬼气吹着 王存也立刻感觉到 阴神在摇摆着 阴神第一节 就是风节 出生阴神非常脆弱 别说阳氏的刚风 就算是冥界的阴风 都有些受不起 王存也不再质疑 阴神一闪 就进了一处洞穴 这也是阴神了 对于阴性 有着巨大牵引力 王存也感觉到了 一股隐隐的力量 作用在阴神上 充满着死亡和沉沦之意 要不是此身 现在都在观照之内 王存也真想分析一下 这不多说 王存也向内盾去 里面到处都是密密麻麻洞穴 还有点点鬼火 是有鬼气隐匿其中 王存也站着 沉思片刻 渐渐手中一点光气凝出 变成一把剑 风力锐利的气息 就凝聚出来 踏步而行 穿过一处侧道时 只见剑光一闪 一个鬼兵顿时命中 风力阴寒的剑气 只是瞬间就击中了这鬼兵核心 只见丝丝黑烟冒出 一个呼吸 大半身躯一消去 惨叫着化成灰灰 见着鬼兵化成灰灰 王存也收回了剑 世人总以为剑对鬼众效果不大 但实际上很可笑 就算是鬼众 其魂魄也有内部结构和循环 这是天道 只是和人类肉体的循环和要害不一样 所以才显得效果不大 要是一丝剑意逆杀而上 破坏着鬼兵结构照样灰灰 杀的一个 王存也默默地看着远处 龟壳旋直又旋 在灵谋中分出两层视角 一层是正常阴山洞火 第二层就是密密麻麻的火光 小小的鬼火就是一个鬼兵 火炬一样的代表是一个强大的死亡骑士 但是这并不被阴神记录和传上去 王存也双眸走看大步踏上去 积分前十可获得道门珍重 一旦有了道种 只要法力足够 就可成就鬼仙 超爬凡事 心凡分离 这是成道之机 多少修士就是争的是这个 王存也浮现出冷笑 不远处一道道琉璃一样的小点 偶然闪动着光明 不断闪现 明灭不定 和梦幻泡影一样的不真实 一次又一次的断断续续的闪现着 王存也眯起眼睛 他知道 这是盗脉上百试炼弟子 用法身神通灭杀鬼兵 但这样大肆使用神通 恐怕不一会儿就会引来大批骑士 这还罢了 最关键的是 每具阴神虽可吸取和转化 明土气息转化成自身法力 但却非常缓慢 要是不能节省使用 以后就难以支持下去 就在此时 一对鬼兵察觉到王存也的气息 不断地飞顿如影随形 这样速度最多五夕时间 就要到了王存也跟前 王存也细细扫尸 只有一个火掌和十个鬼兵 他露出了嘶嘶冷笑 不带多想 一对鬼兵已扑了上来 咻咻咻的 鬼兵的声音 自一身皮甲中传了出来 杀上去 吞噬这个羞使的阴神碎片 一个火掌大喝着 这个火掌 先不是单单只有本能的鬼兵 还是有些灵智 知道要让这些鬼兵当成炮灰 随着一声命令 这些鬼兵使着长矛和长刀 扑了上来